仙武同修 第二十二集 难道出现幻觉了 萧承看着手中青涩的戒指 他喃喃地说道 算了 不管了 成功就好 一个一百立方的乾坤戒指 根据修针大全之上的记载 炼制起来并不是很困难 这只是修针者炼器路上的第一步 在曾经地球之上还存在过修针戒指 每个铸鸡器的修者炼制的第一件法宝 都是这乾坤戒指 将乾坤戒指戴在右手的食指之上 萧承发出了异理神识 他进入戒指里面 一片漆黑的空间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乾坤戒内部的空间了 虽然只有一百个立方 卸置里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放进去的东西 即使隔生一万年 拿出来还是和当初一样 所以萧承可以放心地将这几株药草装进去 就在萧承起身的瞬间 一阵细微的脚步上传进他的耳朵 自他凝聚神识之后 六识就变得异常敏锐 在这之前是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萧承眉毛微重 他立刻放出神识周围五百米的世界之内 便立刻清晰地出现在萧承的脑海之中 一群舞者正停在血月魔雄的骨架处 逼声议论着什么 居然是唐家的人 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在看清来人的服饰之后 萧承的心中有些疑苦 这群唐家子弟一共十人 每个人的修为至少都是上品舞者 而其中的一名老者 更是拥有大舞师的境界 墨河城的三大家族之中 唐家是最为低调和沉默的一个 这个家族多年之前只是一个小家族 在那些本地家族都致力于打击萧家的时候 唐家从来没有理睬过双方 几次大型的家族战斗 唐家都没有参加 而很多曾经的大家族 在战斗中都慢慢地消耗力量 势力被慢慢地削弱了 而唐家就这样不声不响地 慢慢地发展成为墨河城的三大家族之一 十年之月的七角山争夺战 每一届唐家都选择了弃权 在张家和宵家的名争暗斗里 唐家的态度显得非常微妙 唐家 墨河城内异常低调的一个家族 那名老者看到树上挂着的血月魔雄的骨架之后 脸上的表情微扁 他对着领头的一个年轻人说道 大少爷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任务要紧 这地方有点不对劲啊 这领头的年轻人萧沉认的 是唐家家主的大公子唐元 平时为人十分低调 很少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唐元看了看树上的血月魔雄骨架 并没有放在心上 一头两接魔兽而已 他自己也可以杀死 二叔 我上次经过这里时 发现过一枚未成熟的红英果 过了这么一段时间 我想现在应该成熟了 老者在听到红英果三个字的时候 脸上立刻露出了心动的表情 他修炼的功法就是活属性 这红英果对他的帮助极大 运气好服用之后 说不定可以直接提升一个小境界 只是抬头看了看血月魔雄的骨架 他的心中有些疑虑 他自己本身就是玩火的 自然看得出来 这血月魔雄是被人用极其霸道的火焰 给活活烧死的 除了坚硬的骨骼之外 其他的全部被烧成了灰烬 这等霸道的火焰 以他目前的实力 也不过勉强可以半刀罢了 唐元像是看出老者的忧虑 二叔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 除了您是大武师以外 还有七名上品武师 只要不是武尊境界强者 都不会有什么危险 而且那红莺果的位置积极偏僻 应该不会被其他人发现 此刻老者的心中 其实也是这般想的 现在惊人一劝 也就不再犹豫 好 那就快一点 不要出什么岔子 我们之后的任务 才是最重要的 唐元听后脸上的笑容绽放 他的心中盘算 这二长老如今得了我的好处 而且三长老早就已经站在我这边 这么算来 三大长老中已经有两位站在我这边 我看你如何与我争 一行人在唐元的带领之下 浩浩荡荡地朝红莺果的地方走去了 唐元面带笑容地扒开一堆茂盛的杂草 看着光秃秃什么都没有的地面 脸上的笑容便瞬间凝住 这是怎么回事 唐元心中疑惑 要知道 他之前也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才发现这里有一株红莺果 如果不是其还未成熟 他早就摘走了 其他人怎么可能会想到 在一堆杂草的后面 还会生长着一株红莺果呢 唐元身后的老者 脸色阴沉地看着地面 之上翻起了泥土 他冷声道 这是刚刚被采摘的 泥土的味道还很新鲜 唐元恨恨地垂打了一下地面 他歉意地说道 二叔 不好意思 让您白走一趟 早知道 我就提前给他摔了算了 老者摇了摇头 他淡淡地笑道 哪也未必 话刚说完 老者如殿一般直视着前方 猛地伸手朝前一指 一只火鸟 从他的身体中飞出 瞬间之后 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火鸟 发出一声清脆的叫声之后 带着滚滚热闹 朝前方的一棵大树飞去了 还未靠近 那棵大树 就被火鸟携带的热浪燃烧起来 而躲在树后的消沉现出身形 立刻跳到了另一棵树上 还未站稳 那火鸟又是一声清脆的鸣角 速度和身形再次暴涨了一倍 在空气中破开一道热浪 带着长长的燕尾 急速般地朝萧尘飞去 萧尘赶紧跳下树来 他的身后传来一阵猛烈的爆炸之声 猛烈的气浪起来 在巨大的冲击力之下 萧尘狼狈地摔在了地上 再看那棵大树 已经被拦腰炸成了碎片 碎片在高温之下 立刻被燃烧成灰烬 一大股白烟冒了出来 白烟入鼻 刚刚起身的消沉猛烈地咳嗽了几下 烟雾之中 那火鸟再次清明一声 身形和速度 竟然再次暴涨了一倍之多 速度几乎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境界 烟雾散开 那火鸟此时身形 已经媲美一辆小型的汽车了 卧槽 还来 看着紧追不舍的巨型火鸟 萧尘心中狠狠地骂道 人他妈当我是软柿子 可以随便欺负吗 嘿 天雷盾 巨大的火鸟狠狠地 撞在萧尘的天雷盾之上 发出了一声爆响 然后火鸟变成漫天火花 漫天的火花在空中零零点点 像萤火虫一般 又飞回了老者的身体 此刻地面上 出现了一个五米大的深坑 碎石变成积粉 周围一片尘埃 深坑之中的萧尘 脸上苍白无比 但是终究没什么大碍 尘土飞扬之下 谁也看不清深坑之下的具体情况 唐元健壮笑道 而说 那人中了你的三重炎明宝 恐怕不死也得重伤了 老者听后 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神色 三重炎明宝 是他的得意玄阶舞技 利用自己本身对五魂的控制力 将五魂离体去攻击别人 这火鸟每鸣叫一次 就会快速地吸收周围火属性的能量 威力和速度提升一倍 待三次鸣叫之后 火鸟所携带的能量 寻常的武师即使倾全身之力 也会被烧成灰坛 在刚刚的瞬间 他已经查明躲在树后之人 只不过是一名区区的下品屋者罢了 他不相信此人还会有活命的机会 走吧 去看看去 希望药霞没有烧坏 老者有些懊悔地说道 刚刚出手太极 一开始就用了大招 现在想来却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要是药霞被烧毁 这就不划算了 就在这时 尘土飞扬白烟不断的深坑里 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虽看不清此人的模样 但是身上的气息却旺盛无比 显示此人根本就没有受到什么重伤 怎么可能 一众唐家武者又惊又疑地说道 而老者脸上的表情尤为精彩 满脸竟是不敢相信的神色 不对呀 他明明只有下品无辙境界 怎么可能抵挡住我的玄界无界 没道理呀 灰尘之中的萧尘没有露出身形 他的身识扫射之下 众人的表情和位置 便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嘴角轻轻向上一车 露出了一个危险的笑容 哼 打我打得挺爽 啊 该我出手了 萧尘心中淡淡地笑道 右手朝天一指 左手不断地变换手印 在天空中出现一道道雷声不停轰鸣着 晴空之下突然聚集起大片大片的乌云 树林间瞬间变得昏暗无比 像是雷雨来临之前的天气 显得诡异无比 裸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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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尘一发喊 将体内的元气全部消耗掉 瞬间召唤了十几道闪电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神说犯我 十倍奉还 一大片乌云盖领之下 十几道闪电划破昏暗的天空 将临间照耀得如日食一般 刺眼无比 面对突然变暗的天空 唐家众人心中惊奇无比啊 诶 这好好的天气 怎么突然变了脸呢 这也避免太让人习惯了吧 不好 这是高级武技 全部小心 老者大声喊道 他的心中焦急无比 听到老者的话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十几道闪电已经落下 连片的轰鸣之声 夹洒着大片的哀号 待乌云散开之后 唐家众人之中 除了那名大武师之外 其他的全部一身焦黑 躺在地上 口鼻之中冒着黑烟 三名上品武者当场断气 身上散发着一股烤熟的味道 唐元狼狈地从地上站起来 他心有余悸地看着 三名被烤熟的上品武者 这刚刚要不是老者暗中帮他一把 那么此刻他唐元 就和这些人一样 也被烤熟了 这 这是什么武技 唐元脸色惊恐 他颤声问道 可老者却是面无表情 看着前方灰尘中 那个模糊的身影 喃喃地说道 雷属性 地界武技 地界武技啊 地界的武技 即使在大秦国内 那些豪门大族中 也是少之又少 都会当传家宝一样珍藏 那么眼前之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不仅擅长用火 而且还会雷属性地地界武技 难道 眼前之人是一名双属性的武者 心中疑惑更深 老者来不及思考 立刻飞身向前 杀我唐家这么多人 端不能让你跑掉 此人若真是豪门大派之后 那就更应该当场诛杀 以绝后患 否则防护归山 日后报复 以那些大家族的能量 我小小堂家 肯定抵挡不住 眼前之人 以下品舞者的境界施展 地界武技 所受到的消耗和反噬 肯定是很大的 绝不可能 再给他恢复过来的机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